某条话题带来关注的是中国大陆的主场外交活动了 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登场了 最令外界高度关注的就是习近平跟普丁两人 这个习普会 习近平表示了他跟普丁两个人十年来已经会见42次了 而且习近平他称呼普丁是老朋友 展现两人的好交情 走到场地正中央 两人就握上手展现热情 习近平甚至牵着普丁到两国国旗正前方 手都没放开 而在持续1.5小时的习普会上 习近平更也尊敬的总统老朋友来称呼普丁 两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 战略协作密切有效 双边贸易俄创历史新高 习近平表示普丁连续三次出席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体现俄方队该项目的支持 而在此之前普丁在论坛开幕式上 除了感谢习近平邀请 也同意一带一路是全球合作的一部分 当时习近平提到各国合作重要性 但话锋一转谈到古斯洛合作 不靠船间炮利而是保船和友谊 强调反对单边制裁脱钩断链明显建制美国 欧洲的事共同发展合作不赢 不搞意识形态对立 不搞地缘政治博弈 也不搞集团政治对抗 俄罗斯媒体报道两人在会谈期间还谈到一把冲突 根据华尔街日报指出 这场战火的长期影响难以预料 而在此情况之下 美国和欧洲的资源将被挤占 让俄罗斯在战火上获得缓解 北京政府则将获得新机遇 美国学者直言 这场中东战火无疑将让美国分身法术陷入困境 华尔街日报特别点出 在加萨平民伤亡与日剧增的情况之下 以色列在外交上压力极大 而美国的力挺也将让长期以来 试图挑战美国的国际体系有机可乘 因此报道认为 俄罗斯很有可能就是动荡局面中的明显受益者 这场中东大规模冲突 无疑对世界权力平衡产生意象 接着综合报道